在农村地区,种植红薯是一项古老而重要的传统 红薯不仅是一种广受欢迎的食材 还在灾荒年间充当了旧命粮的角色 这多功能的作物既可作为主食,又可作为经济作物 还可以加工成红薯粉条 红薯不仅是美味食材,还是身体的健康宝库 其也被誉为长寿菜,富含营养 膳食纤维有助于维持肠道健康 促进消化和排泄 此外,丰富的维生素A和C增强免疫力 预防感冒和其他疾病 红薯是一种令人惊喜的食材 富含钾、铁、钙和铃等矿物质 维持身体正常功能和新陈代谢的关键 红薯中含有的脱氧表熊铜 这种物质具有抗癌和抗衰老的潜力 为身体健康带来巨大益处 尽管红薯富含营养 但也有一些禁忌 要牢记以下五个禁忌 以确保正确食用红薯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胃肠道问题 如果你有胃肠道问题 如胃溃疡、胃酸逆流或肠道炎症 可能需要避免或减少红薯的摄入 二、糖尿病 红薯的碳水化合物含量相对较高 因此在糖尿病管理中需要小心控制食用量 以避免导致血糖升高 三、肾功能受损 对于那些肾功能受损的人来说 高钾含量的食物可能会对肾脏造成额外负担 因此需要限制红薯的摄入 四、肥胖 红薯虽然是一种健康的食物 但如果过量食用 可能会导致额外的热量摄入 从而增加体重 五、过敏 个别人可能对红薯过敏 如果你对干薯或其他快筋类蔬菜过敏 应避免食用红薯 红薯富含钾 如果你患有高钾血症 血中钾含量过高 则应限制红薯的摄入 以上就是红薯的禁忌 爱吃红薯的人一定要注意 在秋冬季节 随着气温的下降 正是品尝热腾腾的烤红薯的好时机 无需烤炉 只需空气炸锅 就能吃到美味的烤红薯 一起看看你我是怎么做的吧 空气炸锅烤红薯做法 一、将红薯洗净后 直接放入空气炸锅 将空气炸锅的温度调至200度 一般需要烤40分钟以上 具体时间取决于红薯的大小 二、另一种方法 是将红薯浸泡在盐水中 约10分钟 然后煮约10分钟 此方法据说可以加速红薯成熟 缩短烤制时间 并使红薯更加甜美 三、将煮过或未煮的红薯 直接放入空气炸锅中 根据红薯的大小 调整烤制时间 可以首次尝试40分钟 四、比较两种方法的甜度 结论是直接烤的红薯 比煮过的更甜 可能是因为在煮的过程中 一部分糖分已流失 因此 直接烤制更为可行 总结 看完记得给我点个赞 点个赞看 如果觉得有用 可以转发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观看 感谢大家的支持 祝大家身体健康